许家燕,贾跃亭烧钱无独不办事,还想把我们借出局,贾跃亭,恒大不给钱,还想抢我们的知识产权和中国分公司,幸恩爱,死得快,至此,贾跃亭与许家燕的故事在120天后,开始从甜蜜滑响纷争,陷入到了个唱歌吊歌吹个号,真假难辨的螺旋门之中,而温绕在争执中唯一清晰的主线是, 恒大入股四个月后,贾跃亭和他的FF就已经烧光了8亿美元融资,在要求恒大提前追加资金不成后,FF向法院激起仲裁,要求剥夺恒大融资同意权并解除之前限定的一切合作协议,如果贾跃亭的要求得到法院支持,那么恒大的股份将遭到任意贪薄,简单来说,就是徐老板的钱都打水漂了, 从双方的两份公开来看,争端的直接焦点,在于追加资金条件是否被满足,而根源却在于双方的不信任,恒大之一贾跃亭的管理能力,贾跃亭则移指敌方恒大把自己榨干后踢出局, 纠葛远起,从股权到投票券2018年6月,恒大集团旗下的恒大健康以67.4671港币收购了香港市影公司100%的股权,市影公司持有Smart King公司45%的股权, 而Smart King公司是贾跃亭的造车公司,FF与市影的合资公司,FF公司的远古东一FF公司出自占Smart King公司股份的33%, 剩余的22%未雨零元公持股,在此架构下,Smart King是由FF美国和FF香港的全部股份,恒大健康入住后,就成了新造车公司Smart King的第一大股东, 根据恒大的承诺,为了得到45%的股权,此公司时影需要在未来三年向Smart King投资20亿美元, 在2018年底前支付8亿美元,2019年支付6亿美元,2020年支付6亿美元, 虽然恒大是新FF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但是贾跃亭却通过AB股制度获得了新公司88%的投票权, 贾跃亭持有的A股拥有一票到十票的特别投票权,其他人持有的B股每股只有一票投票权, 当然,徐老板也不傻,恒大和贾跃亭之间,是有对赌协议的, 如果贾跃亭败领的管理团队不能在2019年第一季度完成量产目标, 而FF原股东对于这种额约无法补救,那么将出让全部公司股权给市影公司, 取家印大库在跃亭只是一笔短期投资恒大进入新能源汽车领域, 是因为房地产的好日子一去不复反了,在翻产之前完成转型是许家印的目标, 可能转型只是招死,但是主性极强的许家印许老板,绝不会选择坐以待毙, 转型是长期战略,近期的IPO朝自为许老板的短期策略提供了灵感, 可以从金融市场上帮徐老板算算这笔账, 9月份刚刚上市的蔚来汽车目前的市值有60多亿美元, 虽然里边比较月亭,许家印在汽车行业更有经验, 但你眼人都知道新能源汽车的生意其实是政策驱动的, 假月亭在过去几年确实消耗了大量的信用, 但是有许老板的本书,再加上人们对一代小熊的迷信和他本身的PPT功力, FF上市甚至是只超过蔚来汽车也不是不可能的, 蔚来汽车2018年6月开始量产,9月就能上市, 如果FF能按期量产,那么2019年内应该就能完成上市, 从财务角度来说,这样的短期收益也是相当不错的, 有了孙宏斌这位地产同行的教训,许老板显得一场谨慎, 合作协议基本保证了自己处于不败之地, 如果假月亭能按计划做好电动车, 那么许老板作为大股东自然是利益均沾, 如果假月亭光说不略, 那么许老板就能用8亿美元的价格控股FF, 价格也是相当划算,有了这个看似完美的计划, 许家印也在位FF不断造势, 8月14日,恒大法拉第未来智能汽车, 中国集团正式揭牌, 该公司由恒大法拉第未来, 香港有限公司注册, 注册资本20亿美元, 作为法拉第未来, 在中国技术研发和生产经营管理的运营实体, 当前,恒大健康副董事长, 兼恒大法拉第未来智能汽车, 中国集团董事长彭建军还宣布, 用了未来十年的战略规划, 计划在华东、华西、华南、 华北和华中间顺达研发生产基地, 十年后, 年产能计划达到500万辆, 并通过多款车型覆盖高端, 终端及入门棋, PPT胜手贾跃亭的量产之通, 新能源汽车的量产目标, 永远是PPT胜手们心中的通, 均不见刚刚上市的未来汽车, 目前就远远偏离自己定下的量产进度, 已经有几十年造成经验的马斯克那边在Model, 三的生产地域里也是吃尽苦头, 屡次措施生产目标, 怪气出身的贾跃亭自然也不能例外, 在这个时间点上, 驾跃亭兵型写招本身就是对于2019年一季度的量产目标, 难以达成所采取的一级行为, 2018年8月28日, FF91首台月量产车在美国下线, 9月19日, 这台车从亚利桑那州测试场, 被运回洛杉矶总部, 在月量产之后, 车辆还需要经过一系列工艺验证, 预示生产, 是生产, 才能正式投产, 根据新闻原车的生产经验, 这样的进度让2018年底, 量产的目标难以达成, 而是关甲月亭控制圈的2019年, 一季度产量目标自然也无从谈起, FF91的电池故障期货, 以及拖接供应商货款的行为和财源计划, 都表明了FF公司在财务捉金兼手下的产品品控问题, 甲月亭自别取家印, 很难认为是一种理智支配下的举措, 无论如何, 甲月亭在FF目前的生产状况下, 很难找到合适的新金主, 因为基本上没有投资者, 会投资一个连续两次被信息意义的人, 所以最大的可能性是甲月亭对于基于控制圈且步步紧逼的恒大的一种本能的排斥, 恒大通过在广州南沙区建厂和收购广汇汽车, 已经完成了新闻源汽车, 在生产和销售上的布局, 即使在月亭目前还能控制FF, 但是随着恒大安插在FF的管理层对造车业务的逐渐熟悉, 未来如果甲月亭的行为少有5米学老板的意思, 恒大随时刻意闪开甲自己搭杆, 之前,恒大在注资后要求FF北京团队迁往广州就遭到了激烈反对, 这些从日市控股时期就跟随甲月亭的救部, 最后虽然留在了北京, 但恒大还是控制了法拉第的中国公司, 足以与甲月亭控制的美国公司分庭抗礼, 谁会赢到最后, 一个是投机分子, 一个是荒不择路, 此种组合毕竟四个月才一拍两散, 已经算是双方挤足了对方面子, 双方都是纵横江湖的高手, 都不是省油的灯。 甲月亭一年前就套路了地产大佬孙宏斌, 而恒大足球队也曾上演过建立万一的毁约事件, 2015年的亚冠决赛上过段四毁和东风日产的合约, 将送前广告换成了恒大人寿, 一时创为国际笑话, 让全世界人民比喻了许久, 从此面实力对比来看, 许家印远远胜过贾跃亭, 但是贾跃亭的筹码在于她的管理团队, 掌握着西蒙元车生产进度, 这可以作为谈判的砝码。 许家印当初选择和贾跃亭合作, 首先是因为她想拥有一个自己深度, 控制的西蒙元汽车公司, 除了已经上市的蔚来汽车, 国内的新新造车公司也有很多, 比如车和家, 威马汽车和拜腾汽车等等, 但是那些公司对于徐老板来说, 只能作为财务投资的对象。 另一方面, 如果自己从零开始组建团队, 徐老板倒是不缺钱, 但是势必花费几年时间, 才能发展到能够上市的程度, 而在这几年时间里, 全球金融经济市场下行, 使得公司估值大仗的风险是不得不考虑的。 从理性角度考虑, 贾跃亭威胁要仲裁赌的, 就是许家印拖不起,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市场中值和平均值得超过一年, 而如果在这期间FF公司的生产经营受到影响, 那么IPO更是遥遥无际了, 这显然不是许家印想看到的, 但贾跃亭这一招风险极大, 如果因此激怒许家印, 恒大完全有可能利用自己在中国的新能源车不知令利门户, 虽然广州的工厂还愿为竣工, 但是恒大完全可以仿效未来, 找到一家愿意为自己带工的传统车企。 这样一来, 贾跃亭恐怕在资本市场上下, 不会再有繁身之日, 螳螂的蜀攻, 谁会赢, 也许还得看看背后真正的骑手是谁。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